啦 世事老闆 貪心又吝捨 下被窮一世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他学大师他说得很清楚 你念佛的人吗 如果你修念佛法门 我教你 你只要独舍六根就对了 独舍六根 那么你就要时时注意到 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在问问自己 你的眼根收起来了吗 耳根收起来了吗 避色身 鼻子舍头身体 是不是在圆境啊 尤其异地的妄想 您正在念佛头 您正在念佛的时候 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 假如你的嘴巴里 欧弥陀佛心里大妄想 那是一根没有受 你嘴巴里念佛眼睛看中看西 那你的眼根没有受受 你嘴巴里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可是你的耳根在听外边的声音 哦 人家唱歌 好听哦 你看对面的主人 那边幼稚园在那里跳舞 唱歌 哇啦哇啦蛮好听的 跳舞又蛮好看的 好 你念佛吗 一直在念跳舞 一直在念唱歌 因为你的心都跑到那边去了 呃 也没有收 呃 也没有收 呃 那你这个念佛就是骗自己啊 骗自己 所以因此之故啊 念佛的时候 你的照照自己 你的六根有没有收起来啊 呃 那么如果没有把六根收起来 那念佛都是自己骗自己 呃 念出摸得很快 而实际上在哪里打妄想 得不到真实受用 呃 所以难怪 呃 韩山大师要说 呃 口念弥陀心散乱 喉咙喊破也突然 假如你嘴巴里奥弥陀佛奥弥陀佛在哪里念 可是心里打妄想 在哪里散乱 完全没有收一根 别说六根啊 呃 一根都没有收 放种六根在哪里奔死 那您想要断烦恼了生死 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恐怕是变成梦境 呃 所以必定要从这个珠色六根 从这个地方下攻复 呃 人一根从这个地方下攻复 呃 所以听呃胸大师说 安 人一根 1985 呃 庞 乃 开世人念佛的最好方法 修念佛法门的人 如果不从这个地方下手 可以说你没有这法 必定要从这个都设六根这句话 实时关照自己 你在念佛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不是说我今天念了几千了 几万了 十万了 那些数目只没有什么都用的 假如你心里打妄想啊 那个念多少 你们读跟自信没有相应 得不到真实受用 所以难怪有人在讲念佛法门 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他一生就专门念佛了 他死掉了到阎罗王那边去 这是人家开的玩笑 我说给你们听听就是 到了阎罗王那边去 阎罗王就问他说 你在身做什么 他说我在念佛 你念佛 他说来 红果押出来 给他教一看 看他们念佛 有个字是真的 那么的红果就是那个红色 红果 拿出来要把他念的佛 往上面一放 然后一搞 去教 通通通都回出去了 通通说怕怕怕 龙行怕 只有一粒 只有一个金的 一个下来了 金的 那是什么 他说有一天打雷 他怕打雷 阿弥陀佛 那个才是金的 其他一天到晚再念了 再念了都是怕怕 只有这个打雷的时候 就说 这是人家开念佛的人的玩笑 假如你等到打雷才能念一句真的人 奥巴佳会用红角去咬出来 这都是天大的教法 这时候我在44年前 听到有一个讲念佛法门的人 一般念佛人打妄想的情况 举出这个例子 佛也不是有形又相啊 又不是骨子嘛 怎么会拿到红角去咬呢 这是一个教法 他这个意思是说 你念佛妄想太多 都在打忘墙来念佛 真正念成有用的太少太少 所以念佛不必贪多 不必说我一天念几万几万 这个没有多大作用 所以主要看你有没有都色六根 真正你能够做到都色六根 还要再进一步啊 下面一句话 静念相聚 这个静念相聚 日夜都是能够把都色六根念的功夫 能够连贯下去 假如你真正能够做到都色六根静念相聚 我想奥弥陀佛不来接引 也一定自己也可以往上 但是奥弥陀佛他有愿意 他不会不来接引的 你到了这种的功夫啊 佛必定现前 所以由此明白这个道理 太学大师说得非常清楚 不必多 这两句话就够 你是念佛的吗 原文这样写的不是我自己添进去 你查查太学大师的那些人研究 都有书本自己查 他说 在念佛者即是都色六根静念相聚 是也 他在明文里写得清楚吗 可见太学大师啊 他是八重品牌发展 他对佛法 无论哪一个正确的法门 都要把它发展流通 所以他也赞他念佛法门 就要你好好的念 真正的都色六根静念相聚 这就有会有成就 那么这里第三 唯献业 这里所说的修法 你不要被那个文字转过去 只认为这是唯献业而已 这是叫你正修 叫我们怎么样子修行 那么由此啊 就可以念尽心通了 由此可以体悟自己的真如自信 大家加弥陀 何仇不开悟啊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 这里第三件事 所说的这个修法呀 所正的无善法人啊 是整个包含后边全文 一直到妙觉成佛为止 所以后边的所有的文字 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出去的 先明白这个道理 才不会因为啊 好像这里第三件事 好像跟后边文没有什么关系 应当要知道 要修行佛法 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三件事下功夫 那么第一啊 那么第一啊 先把除除阻阴做好 第二要把正性去掉 就是阴道三王这些罪业 那么那些烦恼根本呢 都要把它去掉 然后才能够去归于 这个所修的法门的目标 所以这里所说的 能够成就一切如来命远 这样静妙界限其中 那么佛谷上的功德 都能在我们自信的一显现 那就是信佛合一 到了究竟圆满的境界 所以这里所说的话 是包含后边全文 而这里是总说 后边是分别说明一段一段的结尾情况 所以先把这个总义明白之后 后边说的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出去的 一步一步下功夫 那么这是三种殿词 太区大师的扣判 我们是按照他的扣判去说的 那么这是别是进修 当一三种殿词 分别解释 要进修这个法门 而根远通 乃至二十五远通 那是八万四千法门 那要从这个三种殿词 开始下功夫 这个三殿词的文字 就已经说清楚了 接下去啊 科判离人字下 第二 明存真妙修 十二担负 存真妙修 存是存粹 真是体真 要体悟真心 这个修法是不可思议 最为唯妙 所以叫做妙修 后边的阶位 有十二担负 关于这个担负的意义 后边经文自己有说明 我们等到经文到了这个 说担负的时候 再来说明 现在暂时保留 就是明存真妙修 十二担负 这一刻再分两段 第一 分式 第二 结成 分式是分别开始 所以有八段文字 结成 就是最后 把这个八段的结位 分清之后 然后总结 总结上我呢 成就这个 所有十二担负的结位 那么 结成归到这个 目标成就的这个进阶 那么现在要第一天分别开始 分别开始的文字 就分成八段 科判了 我就把它排在里面 按照蔡氏大师的科判 平排起来 贵字下接下来 这个十个天干 已经排完了 接下来 十二个地支 就是分八段的 第一段 就是干费地 就是子子 子子下干费地 关于干费地的经文 我呢 是善男子 欲爱干固 干净不藕 天天禅之 不负许生 执心虚明 存世智慧 慧心明远 淫死方见 该有其慧 明干费地 算明存真 存真 存真妙修的十二单符 就是分析这个五十七位 那么科判 有分式以结成 分式里面 就是按照这个结尾啊 分成八段 平排啊 把它分成八段 第一是干费地 第二是十性 第三十住 第四十行 第五十回向 第六四加行 第七十地 第八 等觉 金刚星 妙觉 后边分别开始说明 这个修正的结尾啊 有这八段 开头第一就是干费地 干费地 干有其慧 所以叫做干费 只是有干费而已了 还没有跟佛的法流水间 就是从这个第三见词开始修为的时候 无论你是修耳根远通 参禅或者是念佛六根堵塞 一开头第一个结尾就是干费地 佛对欧难说 这个善男子 是善男子 就是指的修以上所说的法门 以三见词而修行的人 在三见词当中 开头第一个结尾啊 就是叫做干费地 他为什么会叫做干费地啊 因为欲爱干费 前面持坚 对于这个世间 乃至无欲都不会去贪着 不多留意 所以站站 一步一步建修啊 而达成到了这个 世间的爱欲之心 完全干掉了 孤干了 好像树木 孤掉了 不会再发芽了 原因就是他在用功的时候啊 根不对劲 所以根劲不偶 偶是对 六根对六成呢 不会被沉进所转 反过来 反文文自信 反贱贱自信 那么这个念佛 又靠这个一句佛号 把它旋转过来 那么慢慢 世间法呀 它就会消失干净 到了这个时候 它功夫成熟了 现前禅志 不负许生 这两句话是说明他这个修持功夫成就了 既然欲爱没有了 欲戒就没有他树身的机会 因此现在残留着这个体质 残 残留 就直现在这个身体 这个体质 那么进这一生 他可以写脱 念佛人 可以伸到佛的精进过渡 那么就是不会继续在这个欲戒里再受伸了 不负许生 吕破三戒 四一 忘返了 那么以后不在这个世间出生了 所以叫做不负许生 那要真正下功夫断烦恼 那么最起码 把见诗祸断了 就能够 这个超出三戒 因为我们的烦恼见诗祸 见祸八十八十 就是如果能把见祸八十八十断了 就挣出国 私祸八十一瓶 欲戒私祸九瓶当中 断前六瓶 就是挣二国 把欲戒的九瓶私祸都断掉 就挣三国 然后断上二戒的私祸 就是二瓶 把私祸断进 挣欧罗汉国 超出三戒 所以就不再继续在世间中收成 念佛的人 不必去计较这些果味 只要你努力认真念佛 到了灵命中时 能够俘获 正念佛名 从然或没有断 也得往生 最重要的就是 你命中时要能够俘获 福是福助 烦恼种子虽然没有断 那个时候 不起现行 你命中时不起现行 只有一句佛号 正念佛名 那么由此就可以往生 不要 咱 念着它 爬的后边用红果咬,那不是办法啦 听说,打雷才来,阿弥陀佛! 是黏着那一粒金子,不是办法 毕竟有真正下功夫 真正下功夫,从这个六根对六层 那么能够把六根收摄起来,都摄六根,纪念相聚 这就不用去够黏默默了,没有用红果去咬 那我这块真正下功夫的人,到了灵命中时正念佛名,网上就没有问题 如果有听到其他那些是是灰灰,或者是说有错误等等的话,不要理他 只要你真正有信心,真切有愿力,努力精心念佛,我们一定就有净土可生 阿弥陀佛必定就回来建议你,不要被任何境界所装 那么照样可以现天残之不复许生 当生可以得到写脱 本来这是当生成就是法嘛 明白这个道理,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要真正下功夫 真正下功夫,到了最后没有不写脱了 如是因如是果,这是一定的道理 那么 由此啊,如果是不是求往生的话,你按照这个修法次第去修 第一就先得到这个甘贵地 最主要在这个欲界里面的欲爱甘贡 我们现在都是欲界众生 上面有十戒五十戒 那么我们是欲界众生,如果对这个欲爱,如果没有把它消除掉 生死不能了 所以欲爱甘固了,跟进不偶了 那么现天残之就不复许生 那么到了这种境界,直心虚明 这个直啊,是修持佛法的功夫 不要把它看作执着 而你这么执着啊 这里这个直不是执着 就是你的心地按照你修的方法 在哪里下功夫 念念不忘 这个叫做直心 虚通达的意思 明光明动照 因为你心已经究竟达到自信清净的境界 见识祸度已经不断也浮了 那么这个时候,心地里面只有一个智慧 纯是智慧 心地里面除掉智慧之外 没有别的东西 所以心地只有纯粹是智慧 那么这个慧性明源 智慧的体性 本有的智慧体性啊 光明而圆满的 它就显现出来 寅始方见 这个寅字啊 我第一次用客家话讲的时候都还没有留意到这个字 这一次突然之间 最近 才想到这个字 其他的本子是怎么写的 这个银字 下面是金字 金字脚 两个火字头 中间一个没有一点的宝盖的 那么下面是个金 普通一般流通本的楞眼睛 都是这个字 所有的注决也是用这个字 我最近才发现啊 高黎藏 黎藏里面的楞眼睛啊 这个云始方见的云字啊 下面不是金 下面是玉 是这样 下面是这个字 下面是这个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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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波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佛教慈悲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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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基金会南投分会地子规学习班招生 开课 开课 开课日期12月7日起每周三下午1点至4点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 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学生 报名电话 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智悦智悦 诸善行 十方信众 共成就 起见信念 归净土 明阳两笔 度有情 特为子安地藏殿 英灵牌位 及报恩殿 所有历代祖先 做超度 佛教慈悲智悦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中风三十信念 超度法律会 恭请广顾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2月9日 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宜然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所学城市 生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出家人的鞋子上有六個洞 為什麼出家人鞋子上要有洞呢 是為了比較涼爽嗎 還是為了透氣呢 都不是 出家人的鞋子上要有洞 代表低頭看得破 我們頭一低看到有鞋子上有洞 但是做人處事何嘗不是如此呢 要學著謙卑低頭 而且看破 就是說出家人的鞋子有他的法義 讓我們能夠學著低頭學著看破 那進一步六個洞代表六波羅命 為什麼不是坐在衣服上而要坐在鞋子上 代表六波羅命的修行 是要用腳去實踐它 是要去實行它 所以出家人的鞋子一看到六個洞 就要反省自己 我們有沒有在力行在實踐六波羅命呢 我們有沒有慢慢的透過六波羅命而邁向成佛之道 這就是生死的代表力 這就是生死的代表力 那麼想說只是生死的代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